秒开有管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WWW's World。 北京时间4月22日,NBA季后赛决心对决,勇士G3。 118-113,勇士还是笑到最后,拿到了赛点。 虽然这一战,约G7拿到了37分18篮板,五助攻三卡段,成为队史首个季后赛,35加15。 但是,跟他对位的格林,广过好评,这一战,格林出场35分中,投篮6中2,3分3中1, 罚球4中1,贡献6分5篮板,10助攻,2强段一封盖,赛后,冲上热搜第一。 比赛的第三截最后时刻,约G7,被换下,回到场边把邓喜。 他满身通红,大扣喘气,怕水已经把衣服湿透了。 木雷不打,小波特也无法回归,胆子带队的约G7,太难了。 上半场,约G7,18分8篮板,二助攻二段,其他人,没有一个得分上双。 有趣的是,常规赛,约G7在场效率加6,下场时,负3.5。 季后在数据两级反转,在场时,净效率,负22.5,下场时,加4.5。 这就是如今约G7的难处,即便他拼尽全力,但是双拳难敌四手。 第三截,他苦苦支撑,带队,一度摆超的比分。 但是,第四截回到场上绝筋,又落后了。 就在绝筋111109,再度摆超之后,科尔大手一挥,维金斯替补上场,勇士新版死亡五小,一波8比0,带走比赛。 在勇士的新版死亡五小中,格林,有着重要的作用,尤其是他的防守,正。 对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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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